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 小黛黛当心 小黛黛和小兔、考拉熊一起玩探险者的游戏 我们去西边找怪兽吧 小黛黛说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怪兽,傻瓜 小兔和考拉熊笑了起来 不,有的,我现在就准备去找它呢 小黛黛认真地说 小黛黛一个人向着小溪前进了 小黛黛在西边上上下下找了个便 可连怪兽的影子都没找到 于是它有了一个主意 我把自己变成怪兽来吓吓小兔和考拉熊 想到这儿,小黛黛咯咯咯咯咯笑了起来 首先,小黛黛把软软的泥浆堆了起来 做了一个怪兽的形状 接着,它用枯树枝做了怪兽的手臂 用黑色的石子做了怪兽的眼睛 用大大的松果做了怪兽的獠牙 还用长长的芦苇做了怪兽的胡须 没有小黛黛的探险者游戏 小兔和考拉熊觉得很无聊 我们偷偷地过去找小黛黛吧 考拉熊提议 然后像一个怪兽一样尖叫吓吓它 小兔笑着说 于是,它们捏手捏脚地来到小溪边 藏在了灌木丛后面 预备 考拉熊轻声说 哇哦 随着一声吼叫 小兔和考拉熊从灌木丛里跳了出来 小黛黛吓得往前一扑 一头扎进了它做的泥浆怪兽里 小黛黛转过身 看到原来是它的两个好朋友 松了一口气 可是 诶 考拉熊和小兔怎么不笑呢 它们的眼睛等得大大的 好像看到了什么怪物一样 噩,噩,鳄鱼 它们尖叫着 吓得转身逃跑 小黛黛也回过头去 高耸在它面前的 确实是一只巨大的鳄鱼 鳄鱼 鳄鱼看看小黛黛 一个从头到脚裹着泥浆 身上还有石子、芦苇、松果的家伙 怪兽 鳄鱼大叫一声 吓得直逃 小兮被溅起巨大的水花 鳄鱼一转眼就不见了 小代代呢 它撒开腿以最快的速度往回跑去 妈妈安静地坐在树洞前 看到小代代、小兔和考拉熊 晃晃晃晃晃晃地跑回来 天啊,发生什么事了 妈妈担心地问 三个小家伙紧紧地围着它 你们看起来好像是刚刚遇到怪兽了一样 小代代看了看它的好朋友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怪兽 它得意地说着 然后它们三个笑地在地上打起滚来 亲爱的小朋友们 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是一个充满乐趣的故事 对小宝宝们的探险精神 是一个大大的鼓励哦 在一起的时候 都不想� candy 像在一起 双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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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是团队 然后 Keep э的香肠入了 你看它是没有充满不同的 主席还是一个小鬼 所以啊,得他得到